今天凌晨,欧冠交点之战,8散2比0击败国米,这场比赛没吸音伤出现在看台上,不过打着石膏,带着孩子都没吸,精神状态却非常好,看得非常开心, 球队表现也相当出色,其中这一球,让梅西更是笑到合不拢嘴,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时,把赛罗娜再进去湖顶,获得了一个任一球的机会,苏亚雷斯切地等任一球,被比罗基质的一坦化解,梅西看到苏亚这个球,都笑乐呵了,这会是2018最佳人强吗? 说一句题外话,看苏亚跑的姿势,本来是想庆祝进球的了吗? 世界被低平任一球尝到前头的苏亚雷斯,想在本场比赛再次小事牛刀,不过可惜的是国际米兰早就有防范他这招,他们在人墙下面安排,了布罗索围棋躺在那里,苏亚雷斯的低平球已经穿越了人墙, 可惜被布罗索围棋挡出,不得不佩服布罗索围棋的几次妙想,事实上,这不是布罗索围棋第一次这么干了,在上半场普世阶段,面对库地尼奥的任一球时,布罗索围棋就已经做出了一次滑场式的防守, 而在上赛季面对拉奇奥的比赛中,布罗索围棋也做出过这样的防守,为什么布罗索围棋会想到这么防守贴地任一球呢? 原来在上赛季对阵发所落的比赛中,国际米兰曾经被对方球员用贴地任一球偷袭得手,正所谓吃一剑掌一掷,爱动脑筋的布罗索围棋,身高不够排人强,于是就想出了这么一招, 能够看到失传已久的唐世剑把虫出江湖,没老板也是笑开了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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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